拓森是如何在拓森的眼皮子底下,夺走一只传承的? 要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,毕竟两人的境界相差太大。 拓森要是真的想杀死亡灵,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 更不可能出现预告中,亡灵躲避灭身毛的场面,因为哪怕是在千年之后, 亡灵已经成为第二部大弄修士,遇上灭身毛的锁定,也撑不过一期时间,就得魂飞破散, 所以怎么想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。 亡灵究竟是怎么做到的? 这一切其实还得感谢当年的图斯,因为在他们进入神师四海后, 就遇到了当初图斯留下的守护兽,一个四焦非焦的生物奉命守护, 在一只传承之外,没有得到认可的都不允许进入, 可这近万年之来,他首要提挡的首要人物,那就是拓森了。 因为当年图斯就是因为在训练的重要时刻,被拓森偷袭,导致最终失败, 从而郁郁而终,所以不管是新仇还是旧账, 他都不允许拓森取得一只传承, 而亡灵是一刻都不想搅活进这场乱战, 转身就在背后,悄悄运转的一只传承准备开溜他, 紧接着他就是心底一尘,这一只传承不但没有任何反应, 反而站在生物身上的一块鳞片里, 他感受到了一丝召唤,这一下就难办了, 而就在亡灵这边,还在想办法的时候, 拓森那边就已经开始混战起来了。 守护兽和谐海战,将之前早就有了联系, 甚至还专门交给他们,用来针对拓森的阵法。 但反观拓森,仿佛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一般, 只是嘴角略带嘲讽地看着这一切。 齐海战将们再也忍不住地回头, 催促亡灵出手,可亡灵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, 他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,那就是逃出这片孤身之地, 正着他们疼不出手的时机,奔着那鳞片就冲了过去。 他的这番异常举动,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, 但对于反应最大的就是拓森了。 本来还处于被压制状态下的他再也不装啊, 因为早在拓森进入这神石之海的一刻, 他也察觉到了不对,但又说不清楚是哪里不对, 毕竟他又不像亡灵那样,拥有一只传承, 所以即便是万丈生物出现, 手下识人叛变这些事情他都不是很在意, 一直琢磨着如何找到真正的传承, 当亡灵没有忍住行动之后, 他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亡灵的目标,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啊, 亡灵借着他们对自己的轻视, 再加上无数小说的自曝, 早就趁乱将自己的神石离铁站在了入口之上, 真正存放一只传承之地, 任何肉身都, 无法进入只能是神石才可以进去, 这也是他之前神石在第一次触碰到灵片的瞬间, 脑中的传承指出, 但最重要的还是那守护兽的帮助, 在拓森发狂的最后关头, 是守护兽为了不让拓森获得传承, 主动献击自己的一道分身, 帮助亡灵打开了传承空间, 面得即将就要压制不住的拓森, 无奈之下只能成全了距离传承最近的亡灵, 而可怜的拓森谋划了数万年, 好不容易让自己暂时脱困, 结果却空手而归, 没得到抑制传承的他, 再次被书写了神石封印, 亡灵则美滋滋的一个人, 进入传承空间, 重塑古神之躯, 这说明了什么? 说明做人还是不能太嚣张,